好我們在這裡就先預祝Yahoo好棒棒這個 收視長紅 完了 7月半專輯大賣 完了 歡迎收看Yahoo好棒棒 我是猜哥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Josh 嗨嗨我是Josh 然後呢今天要跟Josh來討論 魏旋榮這次的擴編選秀 他覺得魏旋榮會選的方向是什麼 或者是說他覺得每一隊會丟出來的選手是哪一些 那首先我們要先看一下這次擴編選秀的規則 這次擴編選秀他主要就是各隊有18個可以保護的名單 然後加上最近兩年選秀的是已經自動保護的 就不能選了 然後你選到之後要給那一隊750萬 對 而且就算你不選你還是要給他們750萬 不然怎樣這750萬就是你一定要給了 對一定要給了 所以我覺得也不用去想說 這次挑的球員到底值不值750萬 因為不管怎樣那都是要加出去的 對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的選 那我想請問Josh 你覺得魏旋榮他們會選擇 極戰力還是年輕潛力股為主 我覺得要看位置啦 因為主要是看魏旋榮他們現在要補強的地方 因為他們現在也還缺乏就是一個 比較有經驗的補手 雖然說他們陣容裡面現在已經有7個補手 但是基本上都沒有什麼職棒的經驗 那我們也知道 比較沒有職棒經驗的補手 這幾年都是很難直接扛住一軍主戰的位置 你看各隊同一這邊陳崇宇 一開始拿了一個貴家死人 然後接下來幾年就被球迷罵爆了 然後兄弟這邊高宇傑也一樣 一開始打得很好 然後今年就是主坦 就是只要輸了比賽球迷就是主要罵他 了解 所以這些年輕補手 就是比較沒有職棒經驗的 好像很難直接就長期站住這個主戰位置 很容易一年好後面可能就很容易出問題 對所以感覺還是 為什麼應該還是要挑一個比較有經驗的補手 來幫忙cover他們整個這個頭補陣容 而且因為小葉是補手出身 所以他其實蠻開重補手這個位置 沒錯 那另外的話我覺得 外野的長達火力可能也是一個補強的重點 對 因為他們現在外野的陣容 除了陣頭龍之外 其他幾個都比較偏向是速度型的球員 對 那跟其他幾隊比起來 這個外野的長達火力就差了很多 你看跟統一體 統一的外野的火力多強 對 全部都是可以打全力打的 所以也許可以趁這個機會 擴邊選秀 對 去挑幾個有長達火力的球員 進來守他們的外野 那Josh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明年 衛拳龍他們是可以選四個洋將 對 你覺得他們會怎麼分配他們洋將的位置 因為照規定是不能夠四個都洋頭 對不然應該就是四個洋頭 就四個洋頭就直接 明年不用打了 直接瘋狂 所以應該是三頭一野 這是比較可能的配置 因為洋頭 畢竟頭甩是比較重要一點 對 然後那個野手 只要就看能放什麼位置 因為 剛有說到外野的砲手 也許可以直接找一個 就是外野的大砲 直接卡一個外野的位置 而且手中外野範圍最大 對阿 如果能找到這樣子的話 如果 但如果能夠找到游擊砲的話 是不是 這算是最好 不過從以前 中止這邊找的洋砲 好像很少有看到游擊砲出現 比較早期可能職棒可能十年以前的有機會 但是現在應該是沒機會 後面都很少 後面游擊 你知道火力稍微低下來了一點 馬上球迷就開始罵了 對 不過因為呢 明年的EA也不一定會打 所以或許有機會從這邊補強到 然後我想請問一下 那三個投手就一定都是先發了 一定找先發 一定找先發 所以什麼後援你就不會考慮 你看兄弟這樣三個先發 他們前三場就三個先發幾乎都投完了 所以先發一定還是比較重要 了解 那我們現在來看到富邦 那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 就是說 胡金龍 假如你是業種的話 你會把他挑過來嗎 就是 要挑也肯定不會在這個時候挑 為什麼 因為他現在富邦就已經沒有在 就是胡金龍已經沒有在富邦的戰力規劃內了 那也就是說 不管怎麼樣 他明年合約走完了 那應該就是會把他放出來 如果你真的要胡金龍 那個時候再減就好 你完全不用在這個時候浪費一個名額 在這個時候就先選胡金龍 而且要先花750萬 對啊 那主要是選了胡金龍之後 你就少了一個選其他人的機會 對 你就留到明年再減就好了 你明年薪水一定還可以彈的比較低 那所以 所以Jai怎麼看 富邦這隊可以挑選什麼樣的人選 就是從富邦這邊挑 因為富邦這邊 我覺得富邦能挑出來的球員 其實沒有到太多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傾向去挑一些 有潛力的打者 因為其實我看網路上還蠻多網友會覺得說 那個可能會挑成品結 對 因為他也可以守二壘 然後也可以守外野 然後近幾年好像給的PA也不夠多 對啊 感覺好像富邦對他比較沒有愛的樣子 所以可能會被放在名單外 而且他的經驗也夠 所以到衛泉龍可以帶你這些年輕的球員 對他現在才29歲 不過他最近兩年因為他都只有守外野 就是比方比較少在卡內的位置 對 然後以他的近兩年在一軍的打擊成績 要卡外也好像也不太行 對啊好像也還好而已 很有可能沒有被放進SPARRON裡面 對啊可是如果我是衛權的話 要挑他我不如去挑 可能在二軍打的成績更好的 我至少還有一點期待感 好他未來會越邊越好 雖然說我不知道賭不賭得到 至少我可以賭一下 因為陳敏傑感覺在一軍打起來 就大概這個成績了 那如果其他的二軍選手的話 也不是說二軍選手 就是可能今年比較二線的 比如說像王思聰 他今年在二軍打了14轟 那也才25歲 他也可以守外野 那另外像張冠廷 他今年72場二軍打也打了12轟 然後他才22歲 感覺都是可以選來揚揚看的 因為都是外野 然後在二軍都有常大表現的 所以你覺得 就算是以極戰力的想法的話 或許選這兩個都會比陳敏傑還好 陳敏傑還好 以極戰力的話 因為我不覺得陳敏傑現在過去 能夠直接提供多少的極戰力 對啊 那另外這兩個 現在也不見得會有 馬上就有極戰力 但是我覺得好像可以賭一下 就是比較有點上升的空間 而且也是因為富邦這邊的人選 可能也沒有說 真的有一些很明顯的極戰力可以挑選 對 因為有些人會說 如果打者沒有的話 那是不是要挑一下牛棚 那我覺得牛棚人選也不多 因為如果是我來挑 我是衛權的話 我可能不會把這次選秀的重點 放在牛棚 因為中職的牛棚投手 每年都很操嘛 好用的就是一直操下去 所以他可能 就好用了 要嘛就是被保護 要嘛已經有一點點傷病死了 對就是你要嘛就是 一直都好用的 那一定被保護住 對 那要嘛就是你可能今年好用 明年不好用 後年又好用 對 那這種你要挑過來 也像在開服袋一樣 那不如我就去挑野獸好了 喔 所以JUST在富邦這邊 應該會挑選 年輕的選手 來增加他們的打擊火力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到 曾經三連霸的樂天隊 JUST怎麼看樂天 這邊他會怎麼挑選 樂天這邊的話 我就覺得有蠻多好貨可以挑 因為樂天這邊我覺得 還有蠻多 有可能是 今年都還在 一軍都會有算蠻主力上場的球員 對 會有機會被放在18人之外 對 要現在 比如說 郭炎文今年狀況也稍微有點下滑 對 他就是一個其實 也蠻多球迷在說 有可能不會放在名單裡面保護的 怎麼說 因為郭炎文其實他的出賽數是非常高的 對他今年也還是主力了二壘手 對啊 可是 因為他們內野還有林立 林立可以移去二壘 那三壘也可以給今年打得很好的梁家榮 對 那他們等於就直接換鞋了 郭炎文就這樣丟出去了 但也有可能就是 把梁家榮放出來 然後郭炎文還是走二壘的這個位置 對但是楊家榮畢竟比較年輕嘛 然後今年又算是打出他的 算生涯年 他現在在最高點 對 然後這個時候賣出去 覺得好像有點虧 哦 所以你覺得這兩個 不管誰出來都可以挑啦 對這兩個出來我覺得都可以挑 對 雖然說衛權自己也有不錯的二壘手 但是 因為畢竟他們現在都只打過二軍 你也不知道他們明年上一軍之後 表現會怎麼樣 對啊打一軍的投手 也許完全打不動 所以你 中線多囤一些是好的 哦 另外郭炎文跟楊家榮之外 余德龍感覺也有機會 因為余德龍 蠻有可能是被放在名單外的 對 然後他主要是他的手背位置多嘛 對 那剛剛也說到衛權明年 上一軍之後 你完全不知道每個球員 適應的狀況怎麼樣 那有余德龍在 你就是任何一個人適應不好 他都可以直接塞那個位置 萬用 要塞哪就塞哪 無動填路 對啊無動填路 所以超好用 那如果這些人 都沒有被放出來的話 他也許要抓扶手 因為扶手的話 像熱天這邊 因為通常一隊大概只會保到兩個扶手 對 因為就18個人 你不可能保一大隊扶手 對 那熱天這邊 炎弘軍應該就會被放在外面 張敏駿應該也會在外面 那炎弘軍 他生涯的阻殺能力非常好 對 不管是在二軍還是在一軍 他阻殺率都非常高 那他的打擊其實在一軍也算是堪用 而且炎弘軍之前 國際賽也是有經驗 對也是表現得很好 而且他超年輕的 我查一下才發現他怎麼這麼年輕 然後想說感覺他打很久了 怎麼才23歲 因為他們前面太多好了 補手卡在前面 就是卡住他 對 所以炎弘軍也是一個蠻值得挑的 那還有一個 我覺得是冷門 大概只有我會挑 應該其他人不會挑 哪一個 我會想要賭一下楊耀勳 對啊 雖然說蠻老的啦 37歲 可是他就是天生神力 然後覺得37歲跑得都比人家快 對而且上次還有出來救援一下 對啊 也是多功能 主要是他現在又有長達能力 又是外野 剛剛符合衛拳需要的 而且又是一個活潑的個性 感覺夜總也是會蠻喜歡的 對啊他可以帶動整個休息室的氣氛 因為你也不知道他算說37歲 但是他看起來好像就不太會退化的樣子 對因為他大概臉都長那個樣子 看起來很年輕 可是我覺得他可能不太會丟出來 應該會丟 我覺得37歲的球員 我覺得他們應該會丟出來 對因為其實大家很難想像 18人名單 我們去打總冠軍賽 總冠軍賽是28人 所以他這一次只能保護18人 所以有可能會有10個人不在這個保護名單裡面 所以其實人數是很少 人數很少的 所以楊小勳應該要設在外面 只是 對不過我覺得要撿的機會不高 是我的個人偏好 但是judge這樣一講 他有可能就會保護住了 好接下來我們要討論到的是 戰力一直非常整齊的中信兄弟 感覺他們有非常多人群可以挑選 沒錯 就是中信跟樂天這兩隊覺得可以放在一起看 因為這兩隊都有很多人可以挑 然後剛剛也說到衛權可能要需要一個扶手 那我覺得就是這兩隊看他們放出來的扶手是誰 可能就會牽動到另一隊我要挑誰 因為中信這邊他們今年 後面主要就是陳家居跟高玉姐 對 但是他們去年 黃軍生也算是一個主戰捕手 算了算了 可是今年因為受傷的關係 然後後面陳家居上來打得很好 那就等於直接被取代掉了 所以現在變成 黃軍生應該是會 很有可能被丟出來 所以衛權在這個地方是有機會去挑黃軍生進來的 所以因為你不可能三個都保護 因為你只能保護18人 如果三個都保護 你其他位置又會空出來 所以好像真的有可能 這三個會有其中一個人在外面 但是中信這邊真的好多人可以挑 我可不可以統一不要挑 中信這邊挑兩個 這邊花1500萬 對啊 這邊好多人 因為像陳文傑搞不好也會被丟出來 也有可能在外面 那陳文傑今年在義軍也打得不錯 雖然說長達火力還沒有像他在二軍的時候那麼猛 但是他在二軍已經完全屠殺了 然後他現在又還很年輕 才23歲 而且他這次總冠軍賽沒有愛 對 冠軍賽沒有愛 那既然說到沒有愛 那吳東傲也蠻有機會 對 也有機會 最佳食人 然後還可以順便整理球場 很好用 功能性強大 其實每個人我認為都有機會 因為實在18人真的非常少 這邊能挑的人真的很多 兄弟可能跑出來的人真的很多人都有機會 那雖然說 魏玄這樣也說魏玄自己已經有不錯的二壘 但是吳東已經是聯盟最佳二壘少了 那位置重疊沒差 他都最好的 一定是千發 一定抓進來 還有一個人也是蠻特別的 林智勝你覺得呢 林智勝 對 因為像我自己在跳的話 這些老將我都會考慮 因為很多球迷都會覺得 怎麼可能花750萬挑一個 可能打個兩三年就退休了 對 但是像我剛剛前面說的 那錢就已經不是重點了 現在就是誰對你最有幫助 那林智勝他去年還有26紅 那今年因為受傷 那明年回來 他如果還是有這個長達能力在的話 那對魏玄是很有幫助的 而且講個實際的 他其實非常有那個話題性 對 他對哪一隊基本上都有一些 可以做新聞的地方 所以他對整個魏玄龍的形象 是可以真正日上的 對 因為魏玄是也還蠻需要這些明星球員 來幫他們充一下他們的票房 對 那你覺得 因為我剛剛跟Jazz在討論 你覺得他們會有機會 你會明年拿冠軍嗎 然後Jazz就說 其實如果他們上半季認真聘的話 是有機會 因為我一直覺得魏玄龍明年會很強 對啊 因為很多人都說 魏玄好像那個葉總自己也講說 他們目標是2023年才會衝擊季後賽 對 可是他們明年多一個洋將欸 然後又有王維中 對 然後這有夠強 然後因為中華職棒上下半季這種 比較短期的季賽的形式 你是很有機會突然打出一波高潮 你就拿冠軍了 對 對 老師我覺得魏玄不用想說 一定要挑未來性的 對 你如果抓了這次的選秀 你如果四個都抓到 一軍可以用的 你的打線就填滿一半了 再配上洋將 配上洋將 配上他們幾個主力的新秀 劉濟鴻他們 這樣湊起來這個打線也蠻可怕的 還有徐若曦跟羅佳人 我覺得這樣子是真的蠻整齊的 這樣湊起來 我絕對有機會拚肌後賽 對啊 好但Josh講過就不一定 接下來我們來看統一 冠軍陣容 28人名單 硬製只能保護18個人 剩下10個人完蛋了 完蛋了 但是我覺得統一這邊 沒有什麼 比較沒有什麼菜好挑 現在看到比較多人說 可能會挑鄭凱文 因為 又打了嘛 他又外野手 然後又有長大的能力 然後之前時機也表現得了 對啊 2016年24空 可是我自己覺得 我可能也不會挑鄭凱文 我覺得他價值不太高 因為他 這幾年的打局都兩成左右 對 他的備戰爭率有夠高 所以這幾年已經幾乎 幾乎可以證明說 他打一軍的投手是打不太到球的 然後更麻煩的是 他是一個極端的飛球打者 對 他的滾飛比最近兩年都0.6多而已 所以明年 明年會換球 換成比較不彈的球 對他這種打者是最吃虧的 因為他就是 要嘛打不到球 要嘛就要直接把球打到場外 但是現在球已經沒那麼彈了 他一直把球打飛 很有可能就留在場內 所以打機率可能還會再下修 他現在都已經快要摸不到兩成了 還在往下修 不知道修去哪裡 所以我後我就覺得 拿這個位置來挑他 我法算 對啊我只覺得他的成績 可能只會更慘 對啊我覺得 我不會挑他 那你會挑選哪一個位置 其他要挑選的喔 唐趙婷有可能被放出來 但是我覺得唐趙婷也是 今年打了一個生涯年 對 他前兩三年的成績其實還蠻慘的喔 他一直以來都是一個討論度很高的選手 但是總冠軍賽其實 上場我會有那個期待感 因為他今年特別硬啊 前幾年都被搶軟糖 今年硬到不行 但是今年我也說 就是今年絕對不再酸他 今年太硬了 所以你覺得他有機會被放出來外面 他有機會被放出來啊 畢竟三個主力外手完全卡死 他再怎麼樣也只是一個四號外野 然後他是今年打特比較好 但是他前兩三年都很差 那明年這樣子想的話 明年下修的可能性還蠻高的 因為如果今天是他的一個巔峰的話 有可能就慢慢往下修 對啊有可能會下修一點 雖然說也許還沒有像前幾年那麼慘 但是往下修一點是蠻合理的推測 所以你覺得比如說高國慶啊 潘虎熊這些應該不會放出來 高國慶潘虎熊應該都會放出來 應該都會放出來 對啊 因為就是老將然後戰力可能沒有到那麼強 不像林志胜還有這麼強大的常常能力的 應該都會放出來 不過潘虎熊的話 我是覺得又是一個我自己想要挑的人 對啊因為我會覺得我都花750萬了 就是對我來講也蠻痛的嘛 要拿750萬出來 那我一定要讓你痛一下 你挑鄭凱文的話 對斯明來講就好像沒啥到感覺 你挑潘虎熊我一定就暴動了 而且是第一場就是靠他一個三分砲 對啊雖然說你不知道他還能打幾年 但是他今年其實他就打擊率有下滑 他的常常能力其實還是在 對還是有 對啊那明年讓他在衛選比較穩定的上場 也許就可以稍微打回來一點 所以如果照這種話題性的話 你是會覺得要挑潘虎熊對不對 我會想要抓一些老象出來 因為主要是統一這邊 其他可替代性的球員沒有那麼多 因為像剛剛說到中信可能會挑0次勝 但是中信其他好的選項我覺得還蠻多的 所以中信我可能最後的話我可能不會挑0次勝 對 那統一這邊因為 這就真的有可能 好像沒什麼選項了 那鄧志偉 鄧志偉 鄧志偉我覺得也 因為他也只能守一類 然後他其實打擊這幾年也不太穩定 那另外的幾個選項潘傑凱 他其實在一軍的OPS也普普通通而已 然後他的防守位置主要也是占1-3 中線他也站不太住 那羅鍋龍2016年打很好 2017之後也因為受傷的關係 對 都打不太出成績 再來還有一個比較可能的 有可能當福袋再抽的 就是林子偉 哇好久沒看到他 還久沒看到他 對啊 他也是一個風險很高的 開刀的 不過他也才25歲 那如果你不想要挑潘虎熊這麼老的 那不如就抽一個福袋好了 因為其實同一四這邊真的也是沒有什麼人選可以挑了 對啊 還有一個就是郭俊瑋 但是如果要挑福手的話 我還是覺得中信跟樂天的比較好 對啊 好的 那剛剛很開心可以跟Josh一起討論 今年的這個衛圈農擴邊選秀 那也想請這個Josh呢 跟這個所有被點到名的選手 說幾句話 因為你畢竟有一些比較特殊的一個磁場 你只想要試一下這個到底會不會發生就是 對 我覺得與其上他們是不如 我們直接親自體驗一下 好 我們在這裡就先預祝Yahoo好棒棒這個燒市長紅 完了 然後7月半專輯大賣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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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就謝謝Josh 我們適合Yahoo好棒棒 我們下禮拜再見 拜拜 拜拜